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,台媒在侮辱谁的智商,大陆盛行支付宝是因为太落后,如今,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购物付款方式,绝大多数会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, 这种付款方式极大的方便了广大民众,也是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的标志之一,即使西方也时常会对此发出赞叹,然而,在台湾有人却是另一种看法。 昨天19日,台湾新民进党当局的媒体,自由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,标题为中国行动支付盛行是因为太落后,他分析原因后被推爆,台湾自由时报报道的标题截图。 该报道,屈拟了一位所谓在大陆的台商,依他的口吻表示,中国行动支付相当盛行,出门已经不用带钱包,聚烦水电,瓦斯,搭车,买东西,全都可以用手机来支付,乍听之下相当便利。 但中国人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,就是因为中国太落后,手机支付才会变盛行,该报道还称,在大陆,便利店和银行不多,就算有便利店,也不见得会有提款机,加上中国的提款机很烂,它常常会被吃掉,打客服也没用,就算是去提款机领钱,都还是会有拿到假钞的情形,去领钱还要自备验钞笔,非常麻烦。 然后,该报道把台湾购物用现金的好处,大大赞扬了一番,但在台湾根本就不需要想这么多,随便走几步路,就有便利商店可以领钱,搭捷运直接拿悠悠卡刷就好了。 最后,该报道得出了一个结论,中国就是因为中层基础建设的匮乏,才会盛行行动支付,为他们省下很多麻烦,不代表他们行动支付比较普及就是比较先进。 行动支付越容易迅速地普及,就代表人们日常所需的基础建设越匮乏。 台湾自由时报的这篇报道,没有一条说的是事实,荒唐至极,显然是在侮辱大众的智商,不值一搏。 然而,这究竟是在侮辱谁的智商,台湾民众把民进党形容为台湾最大的杂骗集团。 其民进党的媒体,更是这个杂骗集团的吹鼓手,他们常常会发表一些令人啼笑皆非,弱智无比的言论。 为了台独去中国化,将成与古今中外改成古今台外,为了贬低大陆落后,把茶叶但说成是大陆昂贵稀缺的食品百姓吃不起等等。 自由时报如此捉烈的表演,引起了台湾台湾民众的愤怒。 在这篇报道下面读者留言中,几乎是一片指责声,笔者随便列出几条就可以看出究竟是在侮辱谁的智商,台湾民众的部分留言截图。 如果这是落后,那我还真希望能落后点,才能享受这么方便的生活。 XD,三名字看多了,时早会变智障,三名字为台湾亲民进党的三家媒体,集三立新闻,民事电视,自由时报,笔者住和为鼠目寸光,贵报完美的示范了,我们都坐车,因为起码不方便,废话,就是有这种故意扭曲的心态和酸葡萄心理,就继续做井底之,哇吧,垃圾媒体只用智商三十的记者,有这种媒体。 难怪台湾被对岸笑白吃多,可非,中国大陆的手机付款大众化,是典型的弯道超车成功模式,许多西方国家也感觉意外,类似的留言太多,还有不少对自由时报爆粗口的,有兴趣的可以打开上面的图放大看。 可见自由时报企图侮辱台湾民众的赤伤,却被民众毫不留情地斥责为弱智,如今已是什么时代,资讯的发展已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,各国及各地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。 你那里是什么样的状况,我这里很容易就能了解到,因此,这是一个不容忽有的时代,大陆的发展已经将台湾远远地抛到后面。 以2017年的经济总量相比较,大陆已有八个省市超过了台湾,台湾最发达的台北市,若在大陆也只能算是二线城市,这些情况两岸民众都可以很容易查到。 但是,民进党当局极其吹鼓手,偏要侮辱台湾百姓的智商,以自己弱智的思维,以为就能达到糊弄的目的,以为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多么的先进,以为这样就能达到与大陆分离实现台独,实在是自不量力,自取其辱。 其实,自由时报已不是第一次发表这样弱智的报道,而且为了说明其报道有分量,就像这次虚拟一个所谓的台商一样,还会抬出他们时刻跪铁的日本予以证明。 2017年8月8日,自由时报也,报道了一篇诋毁大陆民众购物支付方式的文章,标题为《为何中国行动支付新盛》,日媒,因为假钞太多。 台湾自由时报当初报道的标题截图在这篇报道中,同样也查不到其所说的日本每日新闻的文章。 相反,笔者倒是在同样的时间段,在日本媒体RCH上查到一篇日本赞叹中国大陆支付方式发展快速的文章,标题为《中国的无现金社会发展势头》,已经远远超出想象,日本RCH报道的标题截图,这是根据一篇题为《中国人会不会偷偷按笑我们落后吗?》的文章。 日本读者的留言,笔者也随便挑几条展示一下,看看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中国购物支付方式的。 中国的便利店支付手段,现金支付只占11%,中国内陆的云南省昆明市的KFC,也在推进手机点单,现金点单只有一列,不会用智能机活不下去啊。 露天的小吃店,看起来好好吃,更厉害的是竟然可以背信支付,中国这种街边摊,都可以用电子货币,用二维码可以不屑击种,比SWICK更方便,更不要提腕支付了,笑笑,没有智能机连要饭都要不了,等等。 文章最后总结道,日本已改往日对中国的冷嘲热讽,突然变得卑微起来,中国人会不会来日本旅游时,看不起日本人还在只会使用现金支付,我们已经被中国超越了。 这才是日本民众对中,我当下使用手机支付的真实感受,绝非民进党当局媒体自由时报,护要台湾民众的骗人鬼话,台湾绿媒企图用诋毁大陆的方式侮辱台湾民众的智商,到头来落得被羞辱的下场,就像民进党当局企图搞台独不断变着花样欺骗台湾百姓一样,最终必将被台湾民众唾弃。 另据环球网报道,20日,台湾绿媒陷入集体癫狂状态,三例新闻,苹果日报,自由时报,到底怎么回事,20日,美国之音中文版网站,是这样报道的,这篇报道称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开玩笑说,建议中国把菲律宾变成一个省,他周一参加中国商业俱乐部的周年活动时说,如果你愿意, 就把我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吧,就像福建一样,他还说,中华人民共和国菲律宾省,引起在座非中商人的掌声,杜特尔特还提到,中非正在对联合石油探索进行商讨,并提到可能的石油分享方案,为非方享受所得石油的三分之二,中方享受三分之一, 此外,他称,中国在南海建设军事设施,但不是针对菲律宾,而是为了对抗美国,据RT网站2月20日报道,在昨日举行的菲律宾华上大会上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演说中戏称要加入中国,在场的人士还包括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,RT报道称, 虽然目前在南海问题上,中国和邻国产生了领土纠纷,同时还因为美国的借入和所谓航行自由,Free Demo Navigation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,损害了中国长久以来声明的主权,但是杜特尔特认为,中国的存在不是对抗菲律宾的,而是对抗美国人的。 他说,中国正在修建军事基地,我承认,但是这是针对我们的吗?这简直是开玩笑,他随后补充说,这不是对付我们,这代表了全世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,发生了重大改变,中国人的真正目标是对抗那些有可能毁灭中国的人,那就是美国。 RT报道截图同时,杜特尔特还表示,菲律宾在军事上根本无力对抗中国,他称,我们不能去那儿,乘船或者无论用什么方式,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海军或者海岸警卫队,挥舞着步枪冲上去,那不现实,所以我为什么要带着我的军舰,士兵和警察去那儿,而得到的只能是战败。 随后,杜特尔特还开启了菲律宾加入中国的玩笑,他说